基隆市政府在113年度的一个标案 那这件事情到底是用谢国梁市长 你现在委托他来做诉讼 到底是用我们基隆市人民的纳税钱 也就是我们市库的钱 还是由你谢国梁市长 自己出钱委托他来做所谓的诉讼上的一个争议 手里拿着市政府招标文件 民进党基隆市议员张浩瀚 郑文庭召开记者会 113年基隆市政府 数典法律团的一个招标案 那据了解呢 只有一家的一个律师事务所来参与评选 而这一家律师事务的名称叫做 银锐律师事务所 那该所的一个所长 就是大名鼎鼎的简容忠律师 而这位简容忠律师到底是谁 他过去其实就是谢国梁市长 在竞选市长的时候 他的发言人 另外他同时也是我们这一次 在基隆市府当中 跟东岸争议的这个法律的聘用的一个律师 我想就是这么刚好 由谢国梁市长聘用的这样一个律师 刚好也是过去 我们他的市政竞选的一个团队 刚好他就获得这一次市政府 在113年的一个政府的一个标案 我想各县市政府都有设置所谓的一个法治科 也有法律专业的人才 甚至还有我们的一个律师咨询的一个管道 其实正常来讲 如果遇到相关法律案件 应该就个别的部分来聘请相关的律师 来做所谓的法律上的一个诉讼 然而谢国梁市长又创下了台湾有史以来 第一次的一个注点法律的一个咨询的一个系统 而这个系统呢 也是谢国梁同时当好就是谢国梁市长的一个亲信 这不禁让我们怀疑这样的一个招标案 是否量身定做来由他的亲信来做所谓的一个得标 再者简容中律师他提出的简报资料里面 大辣辣的写着在地深耕迈入第十个年头 可是我们看到他的公司事务所的设立资料 104年6月他才设立这一家事务所 这一家事务所到今天为止还没满9年 可是你却说你已经迈入第十年 那你所谓的在地深耕 你的事务所也只登记在台北市跟新北市的系纸 你完全没有登记在基隆 你也没有在基隆设立律师事务所 你谈什么在地深耕 难道在异地深耕 这才叫做在地深耕吗 因此我们认为谢国梁 你这样的一个标案 刻意的在过年前廉价的前一天 你才做公告 规避法律 让大家无法知道有一个公开的标案在进行 实际上进行公开招标只有三天 然后你就为了你自己的亲信 为了你的自己人量身定做 这是非常不恰当的一个做法 基隆东岸商场争议持续延烧 市长谢国梁和律师简容忠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开记者会 市议员张浩翰、郑文婷提出了看法 谢国梁市长在前一阵子跑到立法院来召开所谓的相关的一个记者会 结果今天跑到国民党中央党部继续来召开这样的记者会 我想你到底是国民党的市长还是基隆人的市长 这件事情让我们所有的民意代表及我们的市民感到非常的混淆 然而接下来他又说要追究前朝德政 不好意思谢国梁市长我必须要讲 从你在前年12月25号上任当天 你就似乎想要跟新竹一样来挖掘基隆的大秘宝 然而过了整整一年以上的时间 什么样的事情都没有发生 然而在这段期间基隆市的重大建设 因为你的一意孤行 所有的建设完全停摆 难道你还要这样继续执迷不误下去吗 面对民进党议员质疑 市长谢国梁提出回应 如果不编这个律师费 价值二十几亿的市府财产 市民共有的财产 就要落入民间企业手中了 我再说一次 假如我不请我们的法律专家跟代表 来维护我们的产权的话 那么我们就要损失我们二十五亿的市场 所以这个事情是绝对必要要做 而且会坚定的捍卫全体市民的财产 记者黄少年金融报道